和你合作? 本小姐从来不和你这样的阴险小人白莲花合作? 再说了,本小姐可是落家的掌上明珠,千金大小姐。 你呢?不过就是一个第三者乱入所生的私少女而已, 还妄想夺走苏念的大小姐身份,爬上枝头变凤凰。 苏柔柔,别说是郑哥哥了,如果是我, 我也会选择苏念,而不是你。 你,你调查我? 苏柔柔,你就对郑哥哥死心吧, 善家不会接受一个私少女的,伯母更不会看上你的。 我已经和把别妈咪伯母打好了关系, 明天,你就可以收拾东西离开战士集团了, 别怪我没有给你提前下通知。 还有,你若是想以后获得舒坦一些的话, 就离苏念和她的孩子远一点, 要是你敢伤害苏念和湛哥哥的孩子, 本小姐就算耗尽洛家势力钱财,也要你死。 互独自这一点,她倒是和苏念出奇地笑, 因为她将苏念当成了朋友, 所以绝不允许一个私生女爬到她朋友的头顶上, 所为所福。 这是我给苏千哥炖的鸡汤, 待会儿她醒了可以喝一点补补身体。 谢谢。 洛飞儿不好意思地撇过了脸,嘀咕了一声。 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谢谢两个字, 对了,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苏柔肉在门口偷听, 我在想,会不会苏千哥出事和苏柔肉有关系? 不会吧,苏柔柔要对付的人应该是小妹, 而不是小千哥。 再说了,小千哥是战绩亭的孩子, 苏柔柔应该不会有这个狗胆吧。 那可不一定, 战哥哥现在失忆, 并不知道苏千哥是他的女儿。 再说了,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什么最重要? 美女? 你脑子里只有美女吗? 不啊,还有小妹。 孩子,孩子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孩子最重要。 对,就是孩子。 想要真正伤害到一个母亲, 对付的不应该是母亲本人, 而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孩子。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苏柔肉。 小念,不要着急不要冲动, 现在的苏柔肉不好惹, 她名义上只是战绩亭的未婚妻, 也是战绩亭要保护的人。 一旦我们动了她的话, 你和战绩亭现在好不容易 培养出来的一点感情和熟悉, 又要被全部摧毁了。 再忍忍, 神忍没关系的。 苏念将手, 从秀兰手中抽出, 潇洒地转身离开, 只留下一抹帅气的背影。 我的字典里, 没有人这个字。 传想的出租屋内。 苏柔肉, 小宝的事, 是不是你做的? 苏念, 没有证据, 你可不能乱冤枉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不说,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苏念从口袋里, 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 没有啰嗦, 直接一刀砍下, 啪嗒一声, 一根流着阴红鲜血的小拇指, 掉落在地。 我的手, 我的手。 苏柔肉的崩溃和尖角, 没有引起苏念的丝毫过来。 她淡然地抬起手里的, 沾血的匕首, 再次对准苏柔肉的无名指。 锋利的刀, 轻轻划了一下, 直接划破了苏柔肉, 无名指上的肌肤。 说, 小宝的事, 是不是和你有关? 我说过, 我没有。 是吗? 苏念冷笑间, 手起刀落, 又是一根无名指, 悄然落定。 苏柔肉连着背砍两指, 疼得浑身都在跟着发抖。 还不说。 苏念紧接着将匕首, 放在了苏柔肉的中指上。 真是可惜, 再看一刀的话, 以后你的戒指, 都没地方戴了呢。 是, 是我。 苏念眼里的光芒逐渐冷下, 果然是他。 苏柔肉脸色寡白, 嘴唇都透露着虚弱的紫色, 害怕和恐惧, 弥漫在了他的整个心间。 我什么都没做, 我不过是遇见了苏千哥, 和他争辩了几句, 谁知道, 他就那么玻璃心地昏倒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清脆的巴掌声, 在苏柔肉的脸上响起, 一道鲜红的巴掌印, 也很快留在了他的脸上。 苏念抓着他的衣领, 凌着啪啪, 打了他差不多五十个巴掌, 这才收回了手。 你应该庆幸小宝没事, 不忍的话, 我要你给他陪葬。 他自是想, 他自是想杀了苏柔肉这个祸害, 但是秀兰说得对, 现在杀了苏柔肉, 会引起很多的麻烦, 甚至会将战绩庭, 越推越远。 但是, 我女儿祝愿, 你也得付出代价。 苏念说完, 手里的匕首再次高抬而起, 一道落下的时候, 苏柔肉那只 已经被砍了两指的手, 已经被整个砍了下来, 连同这手腕, 一同被砍了下来, 整个手掉落在了地上, 撒得满地鲜血, 遗留已定。 苏柔肉, 你若是再敢碰我孩子一下, 下次, 断的就不是手那么简单。 苏念说完, 将手中匕首一飞而出, 匕首划破长空飞出, 锋利的匕首一下子, 刺过松柔肉的头发, 将他一缕惩罚, 直接砍断下之后, 整个匕首刺进了墙里, 鼻挺地插在墙里。 留下这么一句话, 苏念就甩着帅气的高马尾, 离开了。 小妹, 你不是说你要回去一趟吗? 怎么不回去了? 洛菲尔说, 有一样非常重要的惊喜要送给我, 让我在医院等他。 惊喜? 那个大小姐能送出什么惊喜? 我估摸着, 是惊吓还差不多。 最近大姐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打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现在小千哥都住院了, 她都不来看我。 这要不是大姐是猪血帮的老大, 我都怀疑她出事了。 大姐, 她隐约想到了松柔之前, 若有所指的话, 大姐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天外面大风暴雨, 洛菲尔淋着雨, 将怀里的碗礼服, 一路护送到了苏念家中。 她手冲的伞没有打在自己的身上, 反而, 是全打在了碗礼服上, 生怕淋湿了碗礼服。 她打了几个喷嚏后, 这才从苏念的衣柜里, 拿出了一套保暖的衣服换上。 最近降温, 她戴的都是夏季的衣服, 这才结穿了苏念的衣服。